哈喽大家好我是NO哥 今天跟大家分享260集的秘境副本 也就是这个版本的最后一个王 最终BOSS 这个副本的特效呢 我可以给满分 所有的秘境副本里面呢 这次的BOSS打的最爽最好看的 这个BOSS有两种的形态 刚开始的是一只狼的形态 之后呢他会站起来变成狼人的形态 那这两种形态的攻击方式都是不一样的 但是呢特效真的非常帅 在所有的秘境副本里面 如果100分是满分的话呢 我可以给这个副本打300分 这个副本真的是非常的帅 非常的好看 体验感也蛮好的 希望呢 这是卖分的起点而不是终点啊 首先至关重要的 依然是坦克 这只王呢他有一招叫黑暗狂舞的 这个技能他蓄力3秒后 每0.5秒 他都会打一下这个伤害 然后持续3秒的 所以呢这里总共6下 那这6下里面呢 如果你们的坦克呢 是没有开盾或减伤不够的 基本上呢是会直接被打死的 你们就好好的去做好你们的防御吧 那坦克的技能推荐呢 是带盾和插旗减伤 嘲讽要不要带呢就看你们个人啦 接下来的是奶妈的部分 奶妈这一次呢玩法非常的多 那整体的是要看你们队友的机体啦 那我们先说一下比较正规 大家都可以使用的 首先是带恢复数 再来的是带进化 这只王的他这个黑暗明格啊 他是会有一个debuff状态 然后呢他是一个持续性的伤害 那所以我们可以带个进化 那这个进化呢基本上呢放自动就好了 再来的最后一个的你可以带一个屏障 那屏障的基本上呢 我们是要等到这个王他变成狼人之后 他有一招飞上天空 然后呢撒下一个流星雨的 这个流星雨的伤害呢其实不是很高 但是呢因为他持续的时间非常的长 就是这个8秒 0.5秒就会打一下 所以呢他这里的总共是打了16下 这16下里面呢虽然说伤害不高啦 但是如果大家机体不够好的朋友们呢 这时候奶妈是需要开这个屏障的 确保了你们的队友不会被打死 当然如果说你们整队都很强 其实屏障都可以不用带 这里呢我给大家两种的技能的带法 第一种呢就是比较正规的 就是恢复数进化再加一个光明屏障 第二种带法呢是机体比较好的 你们可以全自动可以带恢复数进化跟群补 是带进化群补的基本上呢就是可以全自动 那这样子的奶妈是比较舒服 但是你们还是要去评估一下你们队友 再来的就是输出部分呢 输出部分呢也没有什么好讲的 因为这一次呢是完全没有输出的压力的 以目前我们打出来的伤害来看呢 基本上如果你前一个副本的伤害是够的情况之下 这一个副本呢可以轻松的过 整体体验下来的可以给官方一些小建议 我觉得这个副本呢可能是需要加强的 首先在跟前一个副本比较的话呢 这个副本的王呢几乎防御力偏低哦 甚至是没有防御力也可以 因为什么这样子说呢 就是我们之前的副本 如果你只能打一百万伤害的话 在这个副本呢你可能可以打到 接近两百万 这个可能是因为他防御力的一些问题啦 当然特效呢是非常的帅的 我觉得这个官方也可以当次是发放一个福利 让大家可以爽一次吧 那这样子的没有一个输出压力的话 其实大家可以更加享受 这个副本的所有的特技和他的这个剧情 不然一般玩家的可能就觉得有一点压力 这一次的副本呢我给的评价非常的高 再来的是这一次的秘境副本呢 他是可以获得六个金矿的 所以呢我们是可以组成六件套的 这也算是我们新版本的一个改动啦 这里的大家会发现 哎好像这个副本的这个金矿呢 比较容易出啦 其实我个人想说呢有可能是bug 或者是说是因为说我们之前原本只有三个的 现在变成六个了 也就是说他出的几率呢是翻倍的 所以呢导致呢我们会更加容易拿到这些金矿 我是觉得如果是没有bug的情况之下呢 大家也不用着急啦 这个可以慢慢刷 那如果是真的有bug的比较容易出的话呢 那苹果是可以吃的 那目前呢我是觉得应该是没有bug 经过我实测之后应该是没有bug的 是一个正常的出装率啦 第一种是在他的最初的狼的形态的时候呢 他会放一个小小的圈圈 就是一个黑洞的特效 我们呢如果站在这个圈里面呢 我们就会持续的扣血 所以呢建议大家就是一定要移动 以免增加你们奶妈的压力 第二点刚有提到的就是黑暗黄武的时候呢 这时候坦克呢一定要记得开盾减伤也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点当我们看到有一颗球球从天而降下来打地板的时候 之后呢他会有一个大球会蓄力的 大家一定要跑到这个圈圈下面哦 这个大球目前测试呢是没有什么伤害的 不管你有没有站进去都没有什么伤害啊 那有可能是因为这只王的伤害偏低 或者是有bug 目前不知道 那还是建议大家呢可以跑进去会比较安全一点点 以免之后呢官方有改动了 我们还站在外面就会灭团哦 第四个重点呢就是当他在狼人形态的时候 我们的脚下的那个框框他会变成红色的 那建议大家呢不要站在这个红色上面一定要离开哦 站在红色上面的话呢有两种 第一种呢是出现bug 就是说他打你完全没有伤害 第二种呢就是这个伤害呢非常痛 以我的技体来讲呢他可以直接砍掉我三分之二的血量 还有呢最后一点的就是在狼人形态的时候 他会对某一个玩家蓄力 他蓄完力之后呢会对那一个格子呢打出大量的伤害 虽然说这个伤害呢不至于致命 但是呢技体比较弱的他可以打你半条血哦 所以这里呢建议大家如果你是被锁定的那一名玩家呢 你就站着不要动 或是你离开到没有人的区域 然后其余人呢就尽量不要跟他站在同一个区域 就是要移动就对了 不然的话呢也是会造成这个奶妈的压力 刚刚所讲的是这个副本全部的打法了 听起来是非常的简单轻松 其实打起来也是非常的简单 我相信大家基本上机体比较好的都是可以舒服的通关 最后如果你们是课长级别的机体的 只需要使用触底流全队站着发呆呢 就可以通关了 但是呢这个副本呢 因为呢我觉得他的过场动画 还有他的王的特效呢非常的好看 如果还没看过的朋友们呢 我建议你们就是不要去组这些课长 你们可以平民队呢先打一打了解一下 副本之王的特效呢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 好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里啦 有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继续看下去啦 我们下一期再见咯 大家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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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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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我跟你说 什么时候一戟 一戒订阅 柜哥 无忆适归 谁永远只是你